1955年9月27日下午,新中国举行了首次授贤授勋仪式,宣布授贤名单的是周总理。周总理宣读完大将名单后,便依次向十位大将授予军衔,其中一位便是周总理昔日的得力干将陈庚。 授贤仪式后,是庆祝宴会,中南海的宴会厅里一片欢声笑语,陈庚也凭着妙语连珠,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到了宴会的尾声,陈庚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与众人打了声招呼后,便直奔西花厅周总理与邓颖超的居所。 然而,陈庚此行却并非找周总理叙旧,而是来找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 看到周总理与邓颖超在一块,不等周总理说话,陈庚便对着秘书说道,给我和颖超照张相。 为何陈庚会在授贤仪式后,先找到邓颖超合影? 他们之间又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1925年,邓颖超当选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游行, 声讨武萨惨案的肇事者。 邓颖超此举在天津获得了巨大反响,但却令天津反动派极为恐慌, 因而立即下令缉拿邓颖超。 此时邓颖超已经不再适合留在天津,组织上决定将邓颖超调到广州工作, 几天后邓颖超便从天津出发一路南下。 当时周总理正在广州,在此之前两人便已经将恋爱关系报告了组织, 因此将邓颖超安排到广州,也是为了让邓颖超与周总理团聚能够在广州成婚。 出发前为了逼人耳目,邓颖超将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 换上普通家庭妇女的布衣。 正是因为这个装扮, 陈庚来到码头接邓颖超时,并没有在人群中辨别出邓颖超的身影。 当时邓颖超顺利抵达广州的佛山码头, 由于工作原因,周总理并未第一时间来到码头与邓颖超相见, 而是派出了他身边的得力下属陈庚。 不过,陈庚与邓颖超素不相识,只能凭着手中的照片找人。 照片中,邓颖超白衣黑裙,浑身散发着一股书香气息, 然而,陈庚在码头等了许久, 却始终无法等到照片上的邓颖超。 陈庚担心路上出事,便急忙赶回住处向周总理报告。 然而,当他回到住处时, 却见邓颖超已经自行来到了此处, 安静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 陈庚松了一口气,接着向邓颖超走去, 在跟邓颖超解释完事情的原委后, 陈庚便带着邓颖超去见周总理。 当时周总理正在会议室里商议药物, 于是陈庚便陪着邓颖超在外面等候。 到了傍晚时分, 周总理还有其他药物需要处理, 于是便对陈庚说道, 自己还有要事, 让陈庚先带着邓颖超回去休息。 于是陈庚便向邓颖超解释, 而邓颖超则表示理解, 只是坚持要在此继续等候周总理。 时间在等待中一点一滴流逝, 转眼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 周总理处理完工作赶回来接邓颖超。 然而已经到了宵尽时间, 这天两人是无法见面了, 陈庚只好将邓颖超先安顿下来, 第二天再送他到周总理的住处。 一想到未能顺利完成任务, 陈庚便感到格外抱歉, 但是邓颖超却对着陈庚说道, 不必感到抱歉, 之前也时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能理解, 倒是要感谢你, 一路送我来见恩来, 谢谢你陈庚同志, 辛苦了。 邓颖超的一番话, 让陈庚的内疚感有所减轻, 连声应道后便安排邓颖超去休息了。 此日, 周总理一大早便到了黄浦军校工作, 而邓颖超也要到新单位报道, 忙碌一天后, 邓颖超才在周总理的住处里, 见到了久违的恋人。 那天是8月8日, 但也就在这一天, 周总理与邓颖超正式结为夫妻。 虽然结婚时并没有证婚人, 也没有隆重的婚姨, 但在邓颖超与周总理的眼中, 心意相通便是最好的仪式。 为了庆祝一番, 邓颖超便与周总理一道, 在广州的餐厅里摆了两桌酒席, 邀请了在广州一同工作的同志参加。 陈庚也来到了九席上, 见证这对革命抗力的结合, 只不过陈庚没有想到, 自己后来要娶妻时, 还要邓颖超帮忙。 1927年, 陈庚从苏联回国, 任职人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的营长, 驻扎在武汉。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 撕毁了国共合作协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紧接着4月27日, 中共武大在武汉召开, 保卫工作由陈庚代队负责, 不过陈庚也没有料到, 他会在大会上遇到自己未来的妻子, 王根英。 王根英是上海一鹤沙场的女工, 曾经参加过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 这次代表大会上, 王根英被上海组织委派到死, 不过陈庚与王根英更早的相识, 是在陈庚20岁时。 1923年, 当组织决定在上海开办夜校, 公工人们学习进步, 并且派来了一位教员, 这位教员便是陈庚。 夜校的通知一下达, 王根英很快便报上了名,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 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王根英勤奋好学的性格, 让陈庚颇为心动, 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与王根英表白心静。 就在此时, 日军进入长沙, 并大肆屠杀中国人民, 反日斗争即刻打响。 陈庚又被组织匆匆召回, 此后一去便是数年, 陈庚原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到王根英, 却不料在中共五大的现场, 见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姑娘。 陈庚当机立断便下了决定, 他要求娶王根英为自己争取一回, 只不过由于陈庚毫无经验, 出此告白以失败告终。 大会正在进行中, 众人听取台上报告时, 王根英突然收到了旁人递来的纸条。 打开纸条后, 只见一串极为大胆的告白语录, 并在最后问道你能不能嫁给我。 落款是陈庚。 青涩的王根英, 看完纸条上的话, 脸上羞得通红, 虽然此前已跟陈庚相识相知, 但陈庚的求爱信却在王根英意料之外。 这边陈庚送出求爱纸条后, 正在苦苦等着家人的回信, 然而王根英不仅没有回信, 隔天便将陈庚的纸条贴到了会场的墙壁上。 若是普通人见到这一幕, 只怕会格外羞愤, 然而陈庚却并不在意。 他转头便写了第二封信, 依旧是高调求爱的内容, 只不过第二封信又被挂到了墙上。 但陈庚并未气馁, 他接着写了第三封, 且在信中喊出了不娶到王根英绝不罢休的口号。 但到了第二天, 这封信与前两封信一起被贴在了会场的墙上, 公众人败读。 几次受挫后, 陈庚无奈当面向王根英问道, 这番做法究竟是不是愿意嫁给我? 王根英却也直白反问, 你别太自信, 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对话无果, 陈庚百思不得其解, 往日号令士兵冲锋陷阵的陈庚, 在面对小姑娘的质疑时, 却不知如何作答, 只能回到房间里独自思考。 此时, 周总理听闻了陈庚在大会上三次求爱悲剧, 正在赶来见陈庚的路上。 在陈庚郁闷无果时, 周总理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陈庚垂头丧气, 苦思不解的模样, 不有效吗? 你呀, 真是不懂恋爱的艺术。 陈庚在战场上杀敌时, 一手战术策略游刃有余, 然而在爱情上却是一根筋。 在周总理的开导下, 陈庚才明白, 原来向姑娘求爱也需要讲究战略。 临走时, 周总理拍了拍陈庚的肩膀告诉陈庚, 这是邓颖超会帮忙跟王根英谈谈。 大会结束后, 邓颖超与王根英进行了一番交谈, 交谈过程中提到了陈庚的表现。 邓颖超替陈庚做了解释, 陈庚此举虽然胆大, 但陈庚是真心想要求娶他, 若是王根英愿意, 可以与陈庚相处一番再做定夺。 王根英思索过后, 便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 事实上, 在夜校就读期间, 王根英便对意气风发的陈庚颇有了好感, 只是尚未戳破格在两人中间的那层暗杀时, 陈庚便转头回到了湖南抗日。 于是, 王根英也就不再做他想, 在相见时, 陈庚的求爱信却是直白又大胆, 这才让王根英颇为惊慌。 前有周总理的悉心教导, 后有邓颖超千桥搭线, 随着对陈庚的了解逐渐渗入, 王根英也逐渐对陈庚卸下了心防。 随后, 陈庚再次求爱时, 王根英便也不再拒绝, 一段家园就此促成。 陈庚与王根英的婚礼上, 特地请来了邓颖超与周总理, 陈庚向二人敬了一杯又一杯, 感激周总理与邓颖超的撮合。 邓颖超却与周总理对视一笑, 连连对着陈庚道喜, 婚后他们生下了儿子陈之飞。 不久后, 陈庚与妻子分离, 赶赴对抗反动派的前线, 而王根英也转头回到了上海, 开始做地下工作。 然而1939年, 在一次任务中, 王根英为了保护重要文件牺牲。 得知这个消息时, 陈庚正在与敌军周旋 收到妻子牺牲的电报, 陈庚大受打击, 虽然坚持取得了胜利, 战后却大病了一场。 王根英牺牲后, 陈庚三年未娶, 直到守校妻过后, 才迎娶了第二任妻子。 但陈庚始终记得, 求取王根英时, 周总理与邓颖超对他的帮助。 此后, 许多年里, 陈庚也与周总理夫妇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对邓颖超 更是尊称一生 影超大姐。 1955年, 授贤仪式结束后, 陈庚带着秘书来到西花厅, 找到邓颖超合照。 这张合照是为纪念多年的深厚情谊, 也是想与邓颖超周总理 分享自己的喜悦。 秘书拍完合照后, 陈庚还拿出了自己带来的庆祝小时, 并对着邓颖超说道, 来, 影超大姐, 我们也来庆祝一下。 周总理站在一旁, 看着陈庚的模样, 不禁笑道, 你个陈庚呀, 中南海西北角的小院落里, 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无数, 那也是陈庚与周总理夫妇分别前, 最为畅快的一次相聚。 1961年3月16日, 陈庚因病在上海逝世, 享年58岁。 当时, 周总理正在广州工作, 忽然听闻该消息, 周总理满脸的不可置信。 陈庚是周总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 经手的第一批学生, 此后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陈庚都常伴周总理左右, 与周总理一师一友。 在万里长征的路上, 周总理重伤无法行走时, 是陈庚与几位战友抬着周总理, 在一望无际的草地里走了六天六夜, 最终才将周总理抬出了草地。 建设哈公大使, 为了借调学者建设师资力量, 需要向周总理请示。 但周总理事务繁忙, 陈庚几次拜访都未能见到周总理, 于是陈庚便每日到周总理的住处西花厅等候。 终于有一天, 趁着周总理在西花厅会客时, 陈庚抓住机会见到了周总理, 这才解决了哈公大的师资问题。 周总理听闻陈庚来意, 便立即同意了陈庚的戒调申请, 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而周总理也没有想到, 北京一别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纵使悲痛难忍, 周总理仍担心自己赶不上陈庚的追悼会, 于是便向中央致电, 询问能否等自己回到北京再举办陈庚的追悼会, 他想主持陈庚的追悼会, 亲自为陈庚送行。 隔天一早, 周总理便搭乘最快的飞机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 周总理拜访了陈家, 见到了陈庚的妻子, 傅雅, 临走前, 周总理对着傅雅说道, 今后有需要帮忙之处, 我必定尽心尽力。 傅雅深知周总理此举, 是出于与陈庚的战友情谊。 在此之前, 他便收到了邓颖超送来的周总理, 亲笔提字, 之后会在陈庚的骨灰和雕刻上, 陪伴陈庚场面。 听到周总理的关心后, 傅雅转身拿出了一支钢笔, 交给周总理, 那是一支刻有周总理名字的钢笔。 傅雅解释道, 陈庚在逝世前几天, 拿出一支钢笔, 告诉傅雅那是周总理送给他的钢笔, 一边说着, 一边回忆与周总理的过往岁月。 周总理看着手中那把刻有名字的钢笔, 顿时潜然泪下, 而一旁的邓颖超也是悄然落泪。 他们都没有想到, 1955年那次见面后便是死别, 而那张笑容灿烂的照片, 也成了陈庚留给周总理夫妇最后的纪念。 昔人已是, 此后邓颖超再也听不见一声熟悉的颖超大姐, 但在漫长岁月中, 陈庚的名字将会永远铭刻在史书上流芳百世。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